南太平洋里真的有水怪吗 1997年夏天 美国科学家在南太平洋 经测到一阵神秘怪声 怪声持续了三分钟左右 音量之大 甚至超过地球上最大动物 蓝鲸所能发出的声音极限 科学家们首先排除了人类活动的可能性 因为不管是大型轮船 潜艇还是鱼雷 产生的震动都无法达到如此强度 此外 海底火山喷发 地震等发出的声音 也与此次捕捉到的声音相去甚远 那么 有没有可能是某种海洋生物的叫声呢 若真如此 那它的体型至少得是蓝鲸的两倍以上 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无数人讨论 有人说海底可能有水怪 还有人说 这水怪不是别的 正是邪神克苏鲁 克苏鲁是恐怖小说 克苏鲁神话中的一个远古邪神 头上扎满章鱼羊的触角 发出的声音能够让听到的人瞬间疯掉 它被封印在南太平洋深海 一座叫拉莱耶的古城里 而1997年捕捉到神秘怪声的位置 与书中拉莱耶的地理位置 几乎完全重合 因此 很多人坚信 这个神秘怪声 就是邪神克苏鲁的叫声 喜欢看恐怖故事的朋友 一定对克苏鲁神话不陌生 它可能是世界上唯一风神的恐怖小说 对众多电影 游戏 小说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像是风鸣世界的魔兽世界 加勒比海盗中的怪物设定 大多原子此书 克苏鲁世界之宏大鬼秘 堪称托尔金笔下的中途 阿西莫弗笔下的银河帝国 也正因如此 初次接触到的读者 很容易迷失在复杂的设定中 今天推荐的这套克苏鲁神话 精选了克苏鲁体系中 最核心的36个故事 像是克苏鲁的呼唤 墙中之术 异乡人等 能让你用最快的速度 了解克苏鲁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